一身青妝 市长李又昌现身在四维 李明活龙中心 悬问人员先帮忙量测体温 再进入投票 四维李活龙中心 投开票所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扶老稀有前来投票 市长李又昌领完四张选票 依序投下票轨 而为了宣导18岁公民权 请投下同一票 李又昌在前两天 在脸书贴上18岁帅气的嫩照 照片一出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其实18岁公民权 我觉得这个是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贴那个照 是希望吸引大家的一个注视 注目 刚刚有在问说 那个是不是最帅的 没有啦还有比以前更帅 还有比18岁更帅 不过我想这是一个 吸引大家注意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方法 有趣啦 有趣 投票作业上午8点 在各投开票所陆续展开 身兼金融市选委会主委的副市长林永发 陆续到投开票所视察投票秩序 是今天的天气如果比起前两天算是好的非常多 所以一早7点多就开始有人在投开票所前面在排队了 那我想大家也是把握着一个好天气 那我们希望天气会一直很好 大家的游越出来投票 那每个投开票所我们也都有做好防疫的规定 包括奔酒精 杨吾如恩 然后大家一起排队投票 整个秩序都很好 那我们祝一切顺利 不同于四年前 市长林又昌这次投票心情格外轻松 他也呼吁选民 记得出来投票 行使公民权 投下自己神圣一票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道